吕树的负面情绪板上出了许多的负面情绪值 吕树无奈叹了口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西州的负面情绪收入为啥提不上去呢 虽然有负面情绪入账 但是数值却很小 看看隔壁王城老铁每次都给多少 他们每次给多少 简直惨烈啊 明明已经攻下好几座西州大城了 但为什么咱们御龙班值的威名 还是没有传播开呢 这时李飞探一脸疑惑地表示 大王 你怎么知道咱们的威名还没传播开呢 难不成你还会读新术不成吗 这时吕小鱼直勾勾地盯着吕树 吕树也是感到甚得慌 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没错 但是负面情绪的是绝不能掉马 随后吕树直接扔出一个鸡腿 李飞探有你啥事啊 去去去 一边去 吕小鱼说道 吕树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铭声没传开 大概率是咱们这回宣传营销环件没做好 你回忆一下 之前咱们为了宣传推广肥皂做了多少事 在小鱼的指点下 吕树恍然大悟 小鱼你真机智 那接下来该考考虑的 就是这人选问题了 刘一昭天生面容鹦鹉 往茶楼一坐随便说 啥都很有说服力 吕树询问吕小鱼 你看他怎么样呢 随后 李黑探被把傻乎乎的刘一昭带了过来 大王你喊老刘吗 吕树和吕小鱼 看到刘一昭这次好像喝了假酒的样子 也是十分无奈 没有 你们去吃羊腿吧 吕树面露难色 是我太久没有关注老刘了吗 好好个帅小伙 啥时候成这样了呢 吕小鱼表示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他看起来无忧无虑不是吗 吕树无奈叹气也是 就让他一直这么快乐下去吧 不过当水军的事 就得换个人选了 这个人要么足够醒目 这样说话才有人听 要么得足够接地气 说出去的话 能调动群众的认同感 随后 吕树将目光转向了张卫宇和卡洛 四日一行 下着一批烈火云居的人来到城内 众人议论纷纷 这是哪来的豪华座驾呢 怎么跑得如此匆忙呢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拉车的是烈火云居 竟然是天地同款 这是卡洛拉开马车的链子 众人看到卡洛那神仙颜值 也是被惊呆了 这也太美了吧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时 张卫宇突然现身大喊到我认出来了 这是西都豪门的大小姐 怕不是他家族担心西都伦 所以 预先把人都送出来了吧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五卫军都推到西州了 速度这么快吗 他们才从我们这儿小城离开多久 威宇随身附和道士 我听说五卫军一路过去 把守城的士兵全都给吃掉了 就像会吃人的猛兽一样 这时又有一些人开始质疑起来 不可能吧 你这说法太荒谬了 五卫军也就是寻常军队啊 哪有这么邪门的 而且也没听说过 他们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下手 张卫宇一脸凶狠地说道 怎么不邪门呢 你见过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吗 小二猛逼了 没见过 他们每次打仗 大家不都在家睡死了吗 等醒来 他们早就走了 随后张卫宇就开始吓唬小二 你就没觉得这点很奇怪吗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睡得那么死呢 老人小孩也就算了 连听力灵敏的狗也是 这定是他们不知不觉用的邪法 还有他们现在是没对平民下手 那未来呢 你能保证在西州守军都消失后 没了六的魔兽 不会对平民亮出獠牙吗 小二被张卫宇的这一番话 可是吓猛逼了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被吓得议论纷纷 张卫宇则是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酒楼 楼上的吕小鱼说道 马车里的鼠军一号 注意控制打光设备 别对着眼睛打 不影响视力的 只见马车里的小兴许 正在给卡洛尔打着闪光镜 还有陆空鸣 你和隔壁马的距离分开点 陆空鸣也是无奈 那他们是我能控制的吗 你这公马莫挨老子啊 一旁的吕树则是露出微笑 老张不愧是熟练功 忽有人一套一套的 这下 咱们五卫军肯定能在西州百姓心中 留下深刻印象了 实则吕树心想 负面情绪可算是有着落了 这是一旁的陈左安和陈秋巧 收到树兄 咱们这仗 是不是打得有些随意了呢 是啊 打一半突然掉头回来 真的没关系吗 吕树一脸淡然 能有什么关系呢 难不成端木黄起 还能在西都等得不耐烦了吗 所以咱们给他个痛快不成 然而下一秒 吕树就收到了来自端木黄起的 负面情绪值 吕树十分的母逼 什么情况 端木黄起咋 突然也点了负面情绪呢 这是同名同姓 还是真的让我说中了呢 与此同时 西都皇宫内 端木黄起询问眼前的侍卫怎么回事 不是说 五卫军不出十日 就能抵达西州吗 为何如今时间又延长了呢 大名侍卫说到回禀天地 据前线将士 回报说是五卫军不知为何 又突然掉头杀回了 一被他们攻破的城镇 端木黄起十分的疑惑 又杀回去做什么呢 难不成他们是后悔了 掉头回去 屠杀城中的平民了吗 侍卫表示 听说他们在城外就驻扎了 或是打坐休息 或是野炊赏景 并未对平民出手 前线将士也是十分不解其意 端木黄起一脸凶狠不解其意吗 我看他分明是想昭告吕宙 他想攻克西州一如反掌 他是在羞辱西州 羞辱我端木黄起 去把守城的虎鹰将士们召集起来 我要亲自训练他们 给我说句话 如果他们思虑过多 无法从守城的狗 蜕变成咬人的狼 我会替他们断了一切后顾之忧 此话一出 周围的大臣们露出十分惊恶的神情 端木黄起走出皇宫 将死之蛇尚且能张口咬人 即使是你 也不能小看我端木黄起 西州野外五卫军正在专心修炼 这时吕树奔向吕小鱼的帐篷 小鱼 小兄许回来了 咱们过去和老张他们开个会 然而这时卡洛推开帐篷 拍了一个虚的手势 吕树连忙小声说道 已经睡了吗 吕树心想掩饰 小鱼这几天要忙的事情 不少替我出谋划策 前线作战 快速运输鼠巢 御龙班职这些琐事 都是他在做 这几天的战斗进程 的确也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了 随后吕树看向卡洛 今天多亏你帮忙 吸引了城中居民注意力 谢谢 卡洛被吕树这么一说 也是面红耳赤起来 卡洛紧张地说道 没什么 其实我就是坐在马车里兜了一天风 主要还是张先生 他们在忙活 他转身走了 丝毫没有注意卡洛在说什么 而这时吕小鱼说到他 已经走远了 你这么小声说话 他是听不见的 此话一出 可被卡洛干懵了 随后吕小鱼便指出 吕树离开的方向 卡洛见到这一幕 也是感到有些心灰意冷 卡洛看向吕小鱼 不一起过去听听 他们在说什么吗 吕小鱼打着哈欠说道吕树 没有坚持要我过去 而且今天控制安东尼运输鼠潮 在附近转了一大圈 该知道的 我知道的也差不多了 摆在了吕小鱼的面前 今天你特地交代 打光的小胸许 别伤了我的眼睛 谢谢 你考虑得很周到 还有早上特地起来 帮我梳理头发 吕小鱼装着 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我做这些都是 为了实现吕树的目的 一串糖葫芦 可收买不了我 可话说着说着 吕小鱼就将葫芦 收入空间戒指中 这时 吕小鱼突然露出 一副严谨的神情 这样吧 你想谢 我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如何呢 这次吕树回到宇宙之后 就格外急着要立威 你知道其中的缘由吗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问题的答案 能够解开我心中 一直以来的疑惑 然而卡洛尔对此事 也是一无所知 吕小鱼也是无奈叹气 原来你也不知道吗 果然还是要等吕树自己交代 另一边吕树 看向小胸许说道说说吧 鼠巢今天在附近巡逻时 都看到了什么呢 只见小胸许一脸严肃地说道 细节样低 今天我们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 是老张在介绍宣传时 附近藏着一个A级高手 吕树十分的气愤 你这个口音 到底还能不能改了 追上去看过了吗 那个A级是哪边的人 这时 李黑探说到报告大王 我追了 不过没追上 那个人很警觉 感应到我靠近 立马就离开了 不过 我总觉得那个人很眼熟 好像从前在青龙宅 卖肥皂的时候见过他 吕树心想有趣 卖肥皂时期见过的A级高手 那不就是只有龙鹊一个吗 之前孙仲阳说过 龙鹊是剑炉后山的人 果然 剑炉那边 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这里吧 江树一说过 他在搞清楚一件事情前 还不能出手帮我 不知有了龙鹊这双眼睛后 他能不能弄清楚 随后吕树看向小兄许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吧 对方的身份和来疑我 大概很清楚了 继续说第二件发现的事情吧 小兄许开始手舞足抖 好嘞 第二件事发现细节样低 我们发现了一大群 从王城那边过来的 非常奇怪的难民 张卫宇和吕树一脸疑惑 怎么个奇怪法呢 随后 小兄许就用抽象拍的画法 画出了那几个人的形象 他们穿的打扮 全都破破烂烂的 像乞丐一样 但是他们 却骑着二匹的大马载路 听起来像是要去西都的 此话一出 众人十分的疑惑 什么情况 乞丐也能骑高肩马吗 宇宙的物产竟如此丰富 咱从黑羽军手头 抢过来的马也不是 个个都是二匹呀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啊 另一边孙仲阳等人 正在火急火燎地前往西都 孙仲阳一脸疲惫地 看向身后 我说你们能不能 别跟这么急了 你们直接干脆 跟我骑同一匹马算了 身后的男人大笑道 你孙家这么赶着 前往西都去 谁知道 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就是说啊 莫非你们是着急 想去端木黄起那边邀功吗 求他做你们的靠头山 好压我们一头 有了大宗师 必要在王城高人一等 是吧 孙仲阳咬牙切齿 这些家伙 究竟都在想什么呢 端木黄起 一贯看不起王城豪门 为人残暴多疑 与他合作 根本就是鱼虎谋皮 在他们眼中 我孙家就这么没有远见吗 就在这时 几人的通讯同镜 突然同时传来声响 只见镜子上显示着最新消息 神王宫再出圣旨命令 每个豪门都必须出兵一万 前往西州讨伐五卫军 孙仲阳看到这个消息 也是心疼一惊 九五豪门各出一万吗 也就是说 如今王城之中 近有十四万大军 即将开赴西州 孙仲阳不禁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前有狼后有虎 吕树和五卫军 真能顶住如此压力吗 这时 那些男人们全都松了口气 既然后方的大军正在集结 我们接下来就留在这里等待他们 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这几天一直在赶路 连打理收拾的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自己 都快像路边乞丐一样 发烂发臭了 这时孙仲阳却笑了起来 孙家不必等大部队 快马加鞭继续赶路 此话一出 那些人十分地惊讶 不是吧 还赶路 你们孙家要不要这么卷了 就这么着急去西州吗 孙仲阳等人快马加鞭 你们若是嫌累 可以不跟过来 我本就没打算与你们一路 孙仲阳心想 休息是不需要的 打理也是不需要的 我孙仲阳偏要加班加点 棚头垢面地赶过去 好让吕树看看我孙家的心意 那些追赶的人面面相去 怎么办 咱们中出了叛徒 那些人也是快马加鞭地 咱们继续追啊 夜晚孙仲阳等人 快马加鞭地向吕树那边赶去 而他们身后宋家和李家 则是被累得上衙要下衙 此刻的他们 累出了猙獰的表情 这千百年来 遇上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王城豪门哪一次 不是同进同退呢 哪有豪门只见相互轻压 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你孙家这是出了一个大宗师 想摆脱其他豪门 与大家为敌了是吧 正在赶路的孙仲阳 心想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些家伙越发咄咄逼人 随后孙仲阳开始拔剑 眼看西周五卫军就在眼前 不如现在 然而就在这时 陈左安和程秋巧 突然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只见下一秒 大量的五卫军显现身形 将孙仲阳等人包围了 孙仲阳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想 能够翘无声息地包围豪门精兵 还扛着独一无二的脱贫致富大旗 宋家和李家的人 心想 除了那群没品味 又不嫌丢人的五卫军 不会有别人了 好久没见到这么邋遢的人了 他们果然是难民吧 无必想那么多 反正这些怪人 突然出现在这里 肯定有问题 宋家和李家的人心头一紧 好强的压迫感啊 而且 他们竟能在看似随意的闲谈之中 彻底封锁我们的退路 这是怎样的默契 这时 李黑探大喊道 我家大王让我问你们从哪里来 此刻的孙仲阳 咽了咽口水 下一秒 孙仲阳举起双手 终于等待这一刻了 在下孙仲阳 请大王出来一见 孙仲阳心想 分明之前曾与那个笑眯眯的少年同行过 可如今 在阵前我 却在没有勇气直呼他的名讳 这时吕树走了出来 只见吕树一脸笑呵呵的 还真别说 你这副棚头勾面的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 既然没认出来 孙仲阳面对装傻的吕树 有些气氛的心想 您分明是早认出我了 只是不想出来相认识吧 孙仲阳一脸严肃地说道大王 我有钥匙相伤 能否借一步说话 吕树摆了摆手 别套近乎 我先问你 你们王城豪门这个街骨眼上 跑到西州 凑什么热闹呢 我让留在南庚城的密碟 给你们带的话 应该多少都听过吧 随后吕树露出严肃的神情 此次我回吕树 是为寻私仇的 你们既然主动送上门来 主动入局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这时 孙仲阳向吕树行李大王 并非我等想入局 而是神王宫出了圣旨 令王城豪门 协助端木黄旗围剿你 吕树有些惊讶 神王宫出了圣旨吗 谁出的圣旨呢 吕树心想奇怪 这是以前 怎么没提起过呢 下一秒 吕树好像想到了什么 好像是我这几日 一直在想做面情绪的事 忘了联系他了 吕树看向孙仲阳 说吧 出圣旨的人究竟是谁 难不成你们没见过 出圣旨的人 就出来了吗 孙仲阳表示的确如此 这时张卫宇来到吕树的身边 提醒到大王 从前神王宫穿纸 要么是傀儡师大人们 拿着圣旨出来宣告 要么是直接写在空中 的确无人露面 吕树呵呵一笑 装神弄鬼 又是那个神王明明 超强 却过分谨慎的戏码是吧 此话一出 宋家和李家大吃一惊 这个吕树竟敢说 神王宫装神弄鬼 他连神王宫都不放在眼里了 这也太大胆了吧 孙仲阳心想 父亲曾说 神王宫早就没人了 难道吕树的想法 与他不谋而合了吗 那座神王宫殿之中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吕树一脸邪笑地看向众人 那这么说来 你们都是来围剿我的吗 下一秒 孙仲阳连忙想吕树磕头行李 家父前几日一招顿悟 踏入大宗师境界 得到家族传承后 他便立即命我率两百精兵 日夜前程来投奔大王 表达我孙家的诚意 吕树一脸不屑 你们孙家 是想要与神王宫 和其余豪门割席了吗 可我该如何分辨 你说的究竟是真的 还是为了脱困 不得不说的场面话呢 孙仲阳心头一紧 我怎么忘了 上位者一向多疑 被五卫军包围了 再投名状 只会令诚意可信度大打折扣 可是这也不能怪我呀 看着阵仗五卫军 分明是一早就掌握了我方的行踪 他们的斥后 究竟是何方神圣 真的有人可以悄无声息地 接近五卫军吗 吕树表示罢了 你们孙家既然要与救盟友决裂 相必也有所准备 不如直接名牌让我看看 随后孙仲阳说道 家父孙修文早在百年前 就开始培养自己的死士了 这十二名是其中的佼佼者 每一个都未必会输给西州莽夫客亲 孙仲阳大喊道 我等愿为大王杀尽此处豪门之人 作为投名状 请大王下令 吕树等人来到孙仲阳的面前 孙仲阳内心慌张 吕树依旧没有表态 看来还得在另想话术说服他了 吕树询问孙仲阳 你父亲为何敢把孙家命运 要在我身上呢 回大王 家父曾说 如今天下风云皆细于您一身 此话一出 吕树一脸骄傲地乐开了花 还称赞我啥了 他还说了什么 多说点我爱听的 这一幕可给孙仲阳干猛逼了 孙仲阳心中十分的气愤 这熟悉的感觉 为什么都到了 这个时候的吕树还能如此不正经呢 这时 宋家和李家的人 开始嘲笑孙仲阳 有远见又如何呢 有准备又如何呢 真情实义又如何呢 到头来 还不是被人当成个乐子逗目 难怪你 瞬间跑得那么急 原来是急着过来投靠五卫军的 孙仲阳被他们气得咬牙切齿 是又怎样呢 嗯 下一秒他们就一脸笑容地说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也可能是来投靠五卫军的呢 此话一出 孙仲阳直接瞬间无语了 怎么个事 你们怎么还跟我整这一出了 下一秒 他们就孙仲在吕树的面前跪了下来 大王请收下我们 我们愿为您安前马后肝脑徒弟 吕树看到蛇突如其来的这一幕 也是一脸猛 这画风突然变得有点猝不及防啊 原本紧张的场面 突然就变得不正经 只是王城豪门向来纵理 今日他们可以因为陷入困境投靠我 但是也能为了别的缘由投靠他人 根本不足为信 留他们在身边也是平添麻烦 这时 那些人中的其中一人 拿出了一封信 大王我宋家赌方大掌柜肖明哲 大供奉赵帅 托我给您带封信 肖明哲和赵帅吗 小鱼说过那一晚 我与莽夫克钦西州死士一战时 各豪门都坐闭上官 唯有肖泽明与赵帅 送了几千件法系盔甲过来 当初在南庚城 也是赵帅冒着得罪端木皇旗的风险 将我的消息告知给了五卫军 这才有了后来的王城剿匪 于是吕树表示 把信给我吧 肖掌柜和赵公奉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那人看到吕树收的信 也是十分的欣喜 这意思是稳了 五卫军不会对宋家动手 我们活下来了 大王 小的临走前 肖明哲掌柜还拉着小的说 他一直非常惦记大王林老人家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一脸无语 乔松下 这小人得志的样子 早知道会有今日 之前说什么 也要提前和五卫军 或肖明哲那边搭上关系才好 王城的圣旨 到底是来得太突然了 此刻孙仲阳也是有些慌张 肖明哲赵帅吗 不就是私下送了些资源 就让吕树对他们改观吗 要说帮忙筹措法器盔甲 也有我孙家一份 下一秒 孙仲阳立刻举手说道 大王 我 他们说完 直接被人抢先一步 我李家愿意给五卫军提供资源支持 家主开口了 只要你提需求 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下一秒 孙仲阳直接将他撞开 大王这一点 我孙家也可以做到 此刻孙仲阳心中气愤无比 该死被抢先了 早知道吕树还是半点没变 先前我就把条件说得在直白线 这时 一大群人纷纷拿着钞票 向吕树那边冲过去 大王 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先交定金 请您务必收下 勋章看到这一幕 也是十分的无奈 怎么会这样呢 论头诚 明明是我孙家先来的 论胆识论获利 我瞬间明明也远超旁人一大劫 怎么就落到这番田地了 父亲惊心不下的局 莫非真的就这样毁在我手中了吗 孙仲阳立刻抱住吕树的大腿大王 我孙家才是最有诚意的 这一路上 都是我孙家一路及时 想甩掉他们单独来与您会面 真的是 急着赶来见您的 吕树一脸疑惑地看着孙仲阳 那你为什么没甩掉他们呢 孙仲阳心想 那不是甩不掉吗 而且我也想留着他们当同名状 是这样说的 大王我孙家 真是最着急过来的 只是他们跟得太紧甩不掉 不信你问问他们 吕树扭头看向那些人 有这回事吗 那些人纷纷说道 大王绝无此事此话一出 孙仲阳惊慌无比 你们竟然被刺我 那群人一脸笑呵呵的心想 小样跟谁俩呢 王城豪门同生共死 谁特别想跑 后吕树也是 将他们送上来的东西礼品 全都收到了山河印中 我心里乐开了花 李良和小于说的果然没错 掀桌子的人 只要有实力 就不用太看重钱财 因为自然会有人送上来 一旁的陈主任 则是嘟囔着嘴 收钱就这么快了吗 这就是传说中 越有钱越小气吗 吕树叹了口气 扭头看向陈祖安 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吗 这世上的财富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负担 你以为我真的快了吗 此话一出 陈祖安有些感动 树兄说的对 这么多年了 树兄一直为天罗帝王出生入死 担起了这么多重任 原来我竟然一直都误会他了 于是 陈祖安看向吕树询问道 树兄原来你不快乐吗 下一秒画风突变 吕树一脸迎笑 不 我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这一句话 可得陈祖安当场气猛逼了 这时吕树注意到的地面上 吕小于写的字 所以 你想拿这篇怎么办呢 带着他们不合适 直接把他们全杀了也不合适 毕竟他们也不过是幕后黑手 推出来的炮灰 吕树若有所失 你的意思我明白 也不能赶他们走放火归山 要是能有个地方不需要看守 就能困住他们同时 还能保住他们性命就好了 这时吕树突然想出了什么 对了 我怎么给忘了呢 的确有这么个地方 随后吕树一脸邪笑地 看向那些前来投靠的人 下一秒吕树 直接将他们全部吸入星途中 那些人直接被狠狠地 摔向了星途的地面上 孙仲良等人 起身也是一脸努逼 这是什么地方 我只记得 吕树碰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进来了 下一秒 许多书记和牵衰 在了孙仲良等人的脸上 孙仲良看着眼前的吕树 敢怒不敢言 于是 孙仲良只能气愤地说到大王 您把我们放到这里 究竟是何意呀 吕树表示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性命 但在我确定 你们的许诺 是否可信之前得麻烦大家 一直待在这方空间里了 怕你们无聊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娱乐活动 比如耕地铸城抄写诗词之类的 植物水源等生活必需品 我会陆续送来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吕树边飞边在这荒芜地方 留下水源和植物 很好 多了个稳定的负面情绪来源 同时还有了能帮助改造星图星球的苦力 我记得 前面 似乎还有一条河 在飞远点看看吧 当孙仲良等人看到书籍上面的内容时 也是大吃一惊 等等 作者怎么叫李白呢 这些不都是老神王写的吗 什么情况 难道老神王写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抄别人的吗 吕树大魔王 满血状态恶心人的程度 到底有多疯狂 无论多少人集结攻打吕树 吕树直接将他们转化成 自己收割负面情绪的机器 这简直给吕树乐翻天了 你来多少 我收多少 李家密蝶李一二来到现场 发现荒芜人烟 李一二一连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昨晚 李燕思索了一个晚上 怪得昨天本该继续忠诚的吴卫军 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踪影 主家派来的前锋队 也未按照预计时间在驿站出现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难不成是五卫军 发现了前锋队的踪迹 悄悄潜伏结杀他们去了吗 要是真发生了冲突 现场应当会留下痕迹 我还是严先锋行进路线 找过去看看吧 然而此刻的他十分的气愤 将图纸直接甩在了地上 可找到一页 别说找痕迹了 特末图上的标志性地标 都没有找到 附近的森林河流呢 怎么全都不见了呢 明明我前几天过来 才看到的啊 就在这时 从地上突然冒出了一只红猫耗子 李一二一脸怨气地盯着那只红猫耗子 说到哪里来的杂猫老鼠 看什么看 再看一脚把你踢飞 这时 一双紫色的大手 忽然抓住了李一二的土 随后安东尼直接一把将李一二拽入地下 李一二十分地惊慌 救命啊 这他们是哪里来的大宗师啊 李一二被安东尼扔入了吕叔的第四星云中 而那只红猫耗子 则是一脸不懈地 将李一二的通经铜镜踩碎 还吐着口水飙着脏话 吕叔一脸笑容地拍了拍胸徒 很吼 又抓到了一个豪门密碟 小鱼让蜀巢继续巡逻 三十公里内出现了可疑人物 就统统给我抓过 然后 吕叔又通过通讯铜镜对以前说道 继续说说王朝豪门的情况 他们后续的军队 已经全都出发了吗 以前表示时的 那些军队共有十几万人 由各家的嫡系统领 虽说是一支军队 却有几十名统帅 人心不齐的人 军队根本不足为惧 吕叔表示 即便是人心不齐 他们也不会是御龙班职的对手 继续探查王城中的情况 若是听着什么 有趣的在和我说 对了 额外打听一下 宋家的队伍中 是否有昔日宋家主方的萧明泽 赵帅二人 这时吕小鱼说到 萧掌柜和赵公奉呢 怎么突然提起 他们了呢 发生什么事了呢 吕叔看向吕小鱼 你昨晚来的池 大概没听见 自咱们从反吕这种名声大阵之后 就有不少人找上了他俩 说是想让他们帮忙牵线联系咱们 原本这些没什么 但神王宫那封假圣旨出来后 就有人给他们扣上了通敌的帽子 长此以往只怕会出事 吕小鱼有些担忧 听起来像是我们连累了他们 吕叔点了点头 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雪中送炭的人情 总是要还的 紧接着吕叔扭头看向张卫宇 对了老张 王城孙家御龙班 知你了解多少 昨晚听了孙仲阳的那番话 我对那个孙修文 真是越发好奇了 一个百年前就开始隐忍的天才 这样有能力有耐心 又有野心的人 在王城豪门中不多见 当然 我最欣赏的 还是他的眼光 这时李黑探说到大王 你这是在夸人 还是自夸 吕小鱼直接使出秘迹 捕住了李黑探的嘴 让李黑探强行沉默 张卫宇若有所思 孙修文吗 百年前 我倒是曾与此人 有过素面之缘 那时我受吴王之命 秘密潜入一处地下奴隶决斗场 搜寻其罪证 光顾那种地方的 大都是些百无聊赖的附加子弟 而他们最爱看的节目 强者虐杀弱者的戏目 那日我本想上前出手 救下那些孩童 没想到 有一人比我更快 吕树询问道 那个人就是孙修文吗 他带走的那些孩子 根古齐家 想来如今或许就是 那十二死世中的一员吧 他做这种事 应该是隐藏身份吧 老张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吗 张卫宇说道 其实不是我认出了他 而是他认出我主动上前打招呼 其实那段时间 御龙班直大都忙于任务 在王城驻守的时间 反而差不多 所以我想着 没人认识 我就只进行了简单的变装 可我偏偏忘记了 孙修文是剑卢弟子 在剑卢里打过照面 吕树说道等等 这是有点奇怪啊 孙修文既然是秘密培养死士 为什么会主动来找你打招呼 大王你的脑子果然赚得快 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问了他 孙文此举所求 不过是孙家家族之位 此等小时想来张大人 吕神是看不上的 而且 修文也没有信心 能瞒过内殿之与神王的眼睛 如此还不如主动坦诚为妙 吕树听完连忙拍手 这马屁来得翘无声息 高手啊 我有点相信孙仲阳的话了 以此人对时局的判断力 还有胆识 的确是有魄力下注豪赌的 不过此人是否能为我所用 我想 最好还是等日后 到了王城亲自经面后才好判断 随后吕树大喊到牢里 鼓算一下豪门军队多久才能赶到西州 李黑探收到报告 以小的经验来看 他们至少还要十几天 才能进入西州境内 吕树呵呵一笑 十天啊 那足够了 一旁的小鱼一脸疑惑 足够什么呢 下一秒吕树露出獠牙 一脸凶狠地说道 足够我踏遍西州每一座城市 充分宣扬咱玉龙班值的威名了 随后吕树一脸笑容地看向吕小鱼 小鱼接下来遇到密碟 还有西州的士兵 不要动手杀人 让安东尼把他们全部运回来 交给我就好 明白了吗 此刻 吕树心里饿开了花 嘿嘿 只要抓的人够多 就再也不愁生下一级的负面情绪了 吕树一脸开心地大喊道 安东尼号在局立即出发 目标 下一座城市 端木皇起成为天地之前 竟然是老神王坐下头号死士 有人评价 他是老神王最忠诚的走狗 并且还是最疯狂的那一条 此后老神王为磨平西州州棱角 便赐予端木皇起西方天地之位 端木皇起到任后 以酷烈的手段 镇压了西州的一切反叛力量 紧接上话数日后 豪门军临时扎营的营地处 几名将领正在讨论五卫军行动轨迹记录的事 一名将领突然发怒 这五卫军到底在搞什么名字 原本他们都已经快打到西都了 结果不知为何 竟然又掉头一路 杀回了刘建官 就这么回去了吗 而且 各家之前派出的先锋 也都不见了踪迹 包括种粮也是 也不知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仗到底还打不打了 比起这个 我觉得另一件事更加奇怪 从玉龙般直出现到现在 端木皇起始终都待在西都从未动过 只这一点就足够奇怪了 毕竟那可是端木皇起 端木皇起成为天地之前 乃是老神王坐下头号死士 有人曾评价 他是老神王最忠诚的走狗 也是最疯狂的那一条 他随老神王征战的那些年 手上犯下的血案鼠都数不过来 但凡被他盯上的敌人 夜晚都睡不安稳了 你知道当初老神王 为何要让端木皇起来 当这个西方天地吗 因为这西周 乃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曾经的西周 乃是一个小国名曰庆 庆国名风彪悍尚武 在那里老神王遭遇的 征战千年来最强烈的抵抗 老神王带领军队全力镇压他们 在对战的过程中 老神王也是使出了权力 只听轰隆一声 战场上被老神王打得火光似箭 老神王拿着宝剑 比着敌人说道 到底是想还是不行 没想到 那人宁死不屈 沁国永不臣服 最终老神王思毫不留情面地将他斩杀 而敌人的军队 更是反抗意志强烈 沁国永不为奴 老神王最终无奈撤退 西周沁国是块南肯的硬骨头 就留到最后肯吧 众将听令 先随我转攻南州 数年后风火燎原 吕昼除西周外 尽归老神王麾下 后端木皇起率一众死士 一路杀进沁国皇宫 战至最后只剩一兵一族 才亡了国 可即使如此 民间依然有人在图谋复国 老神王得知此事 也是感叹道 西周庆国可敬你 老神王露出严肃的神情 然败者 该有败者的样子的 老神王召见端木皇体 今日赐你西方天地之位 未来百年 我要看到被磨平棱角的西周 端木皇起到任后 以酷烈的手段 镇压了西周一切反叛力量 端木皇起用了百年的光阴 才彻底将西周 变得与其他几周无异 而这几百年间 谁也不知道 西周死了多少人 端木皇起这种人 绝不会平白无故无故放任敌人 在自己眼皮底下肆意妄为 而且 距离他上次在王城对吕树出手 挑衅剑炉还不到一年时间 这转变也太快了 会不会是端木皇起和吕树 在祖地已经交过手了呢 所以他才会如此忌惮吕树呢 可如果真是那样 那吕树至少也得试得大宗师才行吧 不到一年的时间 便从一品晋升到大宗师 这种是怎么可能呢 这吕树得天才到什么程度 下一秒 将军起身拍了拍桌子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并非毫无可能 传令下去 全军休整结束后 即刻前往西都附近扎营 切记要与五卫军 西都军队保持距离 一切等探明五卫军意图在做行动 另一边杀回刘建官的吕树 则是露出反派的邪魅笑容 没想到 我们还会杀个回马枪吧 屹立于天空之上的吕树表示 刘建官的残兵们 快到怀里来吧 下一秒 吕树直接用山河印 将那些黑羽军残兵败将 全都收了进来 进去见到人 记得通知他们 到写作业的时间了 这一幕 可得陈祖安下得目瞪口呆 陈祖安大喊道 这都下得去 树兄你的口味 真是越来越重了 吕树直接被陈祖安的 这一话语干猛逼了 这小子咋回事 陈祖安吐槽道 树兄你别误会 我没其他意思 我就是想不通 您这一顿操作 到底在图啥呢 养了那么多人 还管饭多费钱啊 而且您有没有想过 吕树连忙制止 陈祖安的行为 等会儿 我先问你个问题 老子为啥要写道德经呢 陈祖安一脸猛逼 我哪知道 他为啥要写呢 吕树一脸见兮兮地说道 因为老子乐意 陈祖安十分地大无语 就是想占我便宜 就在这时 李飞探突然说道 大王我有其他问题 你是不是纯粹为了折磨我们 才让我们写作业的 此刻吕小鱼恍然大悟 故意气人 故意折磨人 这种事 好像都是吕树觉醒后才开始的 吕树心头一惊 不好 吕树连忙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让你们写作业 是为了让你们的将来啊 没有文化 怎么找老婆 沟通都成问题好吗 死话一出 可得李飞探逗乐 可是陈祖安有文化 也没找到老婆 这得陈祖安气的 立刻就要跟李飞探 听他这条老命 吕树松了口气 总算糊弄过去了 负面情绪的事 绝不能让吕小鱼知道 这是探子来报 大王前线战报豪门援军 已抵达西都附近扎营 接下来 我军该如何行动呢 请下令 两天后 豪门宋家大本营 此刻的赵帅 正在思索着 各大豪门的局势与阵营 就在这时 宋家统帅宋长营走了进来 你不是跟着去 布置暗哨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呢 赵帅说到回统帅 签名暗哨 已经隐匿完毕 另外 我们还在附近 发现了李家留的暗哨 是否要进行清理呢 不用了 大家的手笔都一样 留着人或许还能维持住 眼下脆弱又均衡的局面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声响 大王坐下刘一招来此 请宋家赌方大掌柜营明哲 出来一件大供奉赵帅也可以 两人心头一紧 刘一招吗 是五卫军的人 紧接着 赵帅便走出了营帐 看到众人一润纷纷 一品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身处战场 却穿得如此随意 是啊 射角狂奔到敌军营地 点名找敌军将领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赵帅看到来人也是有些惊讶 你竟然真的是刘一招 刘一招看到赵帅来了 也是笑脸相迎对其行礼 赵大供奉别来无恙 吕良拆得果然没错 大战当前 赵帅身为宋家的大供奉 只能披甲出征 只是不知道那封信是宋家的意思 还是赵帅他们个人的意思 这件事得弄清楚 下一秒 张帅突然将刘一招拉走 等来到无人的地方 赵帅一脸惊讶 我递个乖乖 一段时间不见 兄弟你怎么被成这样了 从前那个偏偏君子哪去了 赵帅小声说到话说信 应该送到了吧 但你怎么一个人就过来了呢 宋家统领还未下定决心投靠 可能会有危险 你赶紧走吧 不必担心 这些我都明白 我即将大王主动请愿过来 自然有我的道理 若是不战便罢 若过的话 或许这将能成为我踏上 最后一个台阶的机会 与此同时赢地地底 李黑探一脸担忧 大王派刘一个人上去通知宋家 孙家撤退 真的没问题吗 万一他们是假装臣服 对老刘下手咋办呢 老刘不会被一群一品高手为欧吧 吕树笑道 非他非他 你是半点也没摸清 刘一招的打算 刘一招会主动请战 多半也是和当年的涅亭一样 想在血战之中 寻找突破的机缘 真没想到 这么多御龙班之中 第一个触摸到大宗师门槛的 竟然是他 就在这时宋长颖走了过来 两位在说什么 不如说大声些 让宋某也听听 只见宋长颖一脸不悦 我乃宋家统帅宋长颖 五位君使者 你有事可以与我说 只见刘一招一脸笑呵呵地说道是这样的 我家大王说了 随后 刘一招直接变出一副凶狠严谨的表情 我们的事只同赵大公和消灭者掌柜说 你是何人 我们并不太在意 宋长颖气得知咬牙 你们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才是重要的底细 中家的统帅赵帅 他只不过是一个大供讽 哪里能做主呢 刘一招呵呵一笑 在我家大王面前 你得先能活下来 才会跟我们谈地位和勇气 随后刘一招突然向天空飞去 紧接着 刘一招便当着众人的面 将宋家的大旗折断 宋家将领们 看到自家的大旗被折断 也是被吓了一跳 刘一招飞向天空中呵呵一笑 这次我便原谅你 指着一旗下步为例 此举 让宋长颖气得清惊抱起咬牙切齿 不过是个小小使者 也敢看不起我宋家 然而下一秒 宋长颖突然回过神来 不行 五卫军如今实力太过凶悍 要是与来拾起了冲突 来日五卫军那群松子 怕不是要冲进王城踏平宋家 随后宋长颖那只紧握的手也放了下来 刘一招叹了口气 这都不敢动手 今日大王让我来 是为了给你们宋家孙家带个消息 现在退兵三百里 还是朋友 如果不退 今晚留在这里的只有尸体 话一说完 刘一招便飞走了 赵帅对宋长颖说道 主帅你意下如何 工程人一脸邪笑地看向赵帅 你和肖明哲倒是打得好 算盘早早便和乱臣贼子多解 你俩那一夜 怎么不干脆跟五卫军一起走吧 赵帅连忙说道 当初赵帅为宋家效力 是因为老家主有恩于我 如今我赵帅效力宋家已满二百年 也算是还清了恩情 如果主将执意不听五卫军劝告 我就带我的人单独离开了 因为我还不想死 宋长颖眉头一紧 竟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真觉得 五卫军今晚敢和我们十万大军厮杀吗 主帅 你可曾亲眼见过吕树血战 长接五卫军马踏王城之井 死发一出 宋长颖顿时欲色 只要亲眼见过那一幕的人 都会明白一个道理 也许五卫军并没有天下无敌 但和五卫军平等的对手 绝对没有王城豪门 宋长颖文言气愤不已 贪娘的 我倒要看看这五卫军的胆子 到底有多大 全军听令 立刻把银后退三百里 如此 宋家便是站了队了 你最好祈祷五卫军真有你说的那么强 否则 即便他日宋家衰落 我定会拉你赵帅陪着 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传来震动 赵帅发现 李家阵营的方向发生了火灾 只见地上冒出了五卫军的士兵们 李黑探一马当先 大王有令 对待敌人 要像对待冬天一样寒冷 全军跟我冲锋 杀他们的片甲不留 李黑探拿着长矛 在敌军阵营中大杀四方 这时 李家统帅突然上马逃离战场 士兵们看到自家的统帅逃跑了 也是一阵惊慌 逃跑的李家统帅 则是心中惊恐 那些五卫军 究竟是如何绕过暗哨 直接从营地中心杀出来的呢 得快点去其他豪门营地球员 不能只有我李家遭此劫难 而下一秒 一道土墙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然后从地面中 飞起无数沙子 化成一个牢笼 将他们包围起来 李同领剑撞 连忙大喊到军中 一品听令 由沙子形成的牢笼 躲在暗处的吕树呵呵一笑 班门弄斧 你们这剑气图有其形 却为有其器 还是由我来教教诸位 何谓真正的见证 这时从地面中 穿出多个由雷霆包裹的剑气 那剑气连忙向李同领他们袭去 不好 大家快收剑后撤 李同领心中惊慌 好险 要是再慢一步就完了 谁知那雷霆剑气触碰到长剑时 直接疯狂蔓延至李同领的全身 下一秒 李同领和几名一品被电的噼里啪啦直直坐下 最终李同领等人被电倒了 令他们不解的是 五位军统领吕树 他竟然亲自埋伏于此 他们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吕树 小小杀招就如此威力 难道说 你以晋升大宗是不成 吕树一脸玩味地露出了笑容 说个话都结结巴巴的 先生您贵根啊 王城豪门是没有人了吗 老人家都亲自挂帅了吗 下一秒 一直由沙子形成的巨手 连忙抓住李同领 李同领十分疑惑 你想做什么 求您饶我一命 我是李家统帅 我是李家嫡系 随后李同领直接体验了一番 什么叫人生大风车 他身上所带的东西 全都被甩了出来 甩得差不多了 巨手直接将李同领他们扔在了一旁 他们也是一脸疑惑 那只手不是要杀我的吗 话说这算是明强 吕小鱼告诉吕树 战利品回收完毕 吕树一脸凶狠地看着几人 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都回收干净了 再者 我也没有放火归山的打算 所以 你们觉得 我要如何处置 你们才好呢 破语吕树的淫威 那几人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果然还是逃不掉吗 无命休矣啊 随后地面凸起砂石 慢慢将他们包裹起来 李同领一脸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原来死亡也就一瞬间的事情了 我甚至连疼痛也没有感觉到 就在这时 另一人走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呢 外头现在什么情况啊 李同领十分地震惊 你不是孙秀文的儿子孙仲阳吗 你也死了来地府的吗 为什么我死后 第一个见到的人会是你呢 孙仲阳直接将李同领的手拍开 别叫了 我们都没有死 我们现在是被吕树 关在了一方神秘之地里 成了他的俘虏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是怎么进来的 咋就你一个人呢 李同领浑身颤抖地回响地说道 我只记得五卫军偷袭了豪门联军营地 我带人逃跑 然后被吕树截住之后 他对我和我的亲卫下手 之后我就来到了这里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的亲卫也全都不见了 孙仲阳闻言也是若有所思 豪门联军吗 豪门后续增援部队 已经抵达西州了 甚至还和五卫军动起了手 不知孙家此次领军的人会是谁呢 紧接着 孙仲阳将本盒指扔给了他 你就在这好好写作业吧 十二死士跟我走 我们出去看看情况 另一边吕树回到营地时 李良连忙向吕树汇报情况 大王 豪门李家 已经被我们杀得退不成军 蜀巢侦测到 还有一小队残兵正朝东方逃窜 吕树闻言心里也是乐开了花 逃兵吗 这满眼望去哪是逃兵呢 这分明说吕树的资产 是等待开采负面情绪的惊化 明白了 你们继续冲 逃兵什么的就全部交掉吧 北方天地清空 是四大天地中 看似性格最正常的一个老者 他的国家被他治理的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然而 与三名疯子同情的清空 怎么可能正常呢 他也许是最有野心的那一个 战场上李家将领 被五位军打得四散逃离 就在这时吕树划破虚空 向他们伸去邪恶的大手 眨眼的功夫 吕树就将他他们 全都收入到山河印中 我们杀了十个人的功夫 足够大王 他抓上二十多个俗乳了吧 大王果然还是跟从前一样离了 他真的需要咱们十个守护在他附近里 这时张卫宇说道 若只是杀的豪门军队 大王自然是无需我等保护 可我们的敌人 远不止只有他们 别忘了此处离析都不已 三木黄起和幕后黑手 都隐藏在暗处虎视眈眈 我们要防备的是 他们才对 另一边第三座豪门大营 此刻已经是尸横变野 李良对大家说道 抓紧休息一刻 今晚至少还有九座大营妙品 将士们调侃道 我觉得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些 直接冰增武 一千人一队突袭他们的万人营都没问题 别太小看敌人了 虽然与王朝豪门的一战 我们的确已经稳超胜券 但他们 并醉没有反咬一口的机会 吕树来到李良的身边说道 他说的对 此刻分散兵力 等于是把主力逐一击破 让对方反败为胜的机会 白白交给对方 这种蠢事 咱们可不能干 李良看到吕树来了 连忙恭敬行礼 大王 刚刚蜀朝通知 说是宋家孙家 已经退兵三百年 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呢 陈左安调侃道 老李你制定计划就行了 别让树兄制定计划 孙家战争难度 吕树二话不说 直接给陈左安来了一击大电炮 大王属下有一事 还是没想明白 王城豪门大军实力不济 幕后黑手明知如此 却依旧逼他们 来送死 对方行动逻辑诡异 实在令人捉摸不痛 大王 明显的心里有不猜测吗 宇宙之中 到底是谁在针对您吗 还没有具体的答案 暂时只排除了一个文在否而已 排除了文在否端目黄启 又是必杀之人 那幕后黑手的人选 就只剩玉浮瑶和青红二人了 这层级实在太高了 只有交给大王自己判断了 吕树询问张卫宇 在你们的印象里 玉浮瑶和清空是什么样的人呢 张卫宇也表示 我对玉浮瑶的印象就是 每个月都会换一个面手 他好像还对那些面手的资质非常看重 至于清空的话 下一秒 张卫宇就压麻呆住了 等等清空是个怎么样的人来着 清空向来重视农业商业 还不时减税 平衡大贵族与百姓的矛盾 近几百年来 北周境内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 可以说清空是真正兢兢业业的 在为神王经营着大好河山 他每次进王城续职 都会带着一大堆北周的土特产过来 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 就像是一个林家老爷爷一样 四大天帝端木黄起风魔 玉浮瑶练色 文在否对正是不闻不问 而清空就像是混迹在这些疯子之中的正常人 吕树表示 老张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四大天帝都是在老神王手下混的 其他三个都很不正常 凭啥清空就这么正常吗 李良表示大王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世上有多么多少幺蛾子 都是看似老神闹出来的 不可不防 说得对 不过先结束了今晚的战斗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 大家要紧防第三方不然插手战斗 继续动手 另一边王城豪门周家大营 当周家统领得知 莫家大营失联 并且大营前方出现 火光疑似武卫军破阵的消息 也是十分气愤 随后周家通过通讯通进 询问刘家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我们现在看不到敌人情报 咱们根本就是蒙着眼睛瞎打 我们这边情况也是一样 要我说 咱们还是速速集结到一处 共抗武卫军 联手总比增开被打墙 而他们说话一幕幕 都被红毛耗子看在眼里 另一边小胸曲 则是将他们刚刚说的一切 全都讲了出来 可怜的王城豪门 事到如今 他们只怕还不知道 他们排除的时候 都即将经历什么吧 此刻路上一名豪门的传信 事后被一群老鼠 一拥而上围攻着 有踹脸的 还有打蛋的 那名侍候也是十分的母圈 怎么可能 我居然连老鼠都打不过 吕树来到他身后 将他吸入山河印中 说得没错 如今的鼠槽在洗髓果汁的架势下 实力也有了很大提升 数以万计的精锐鼠槽早就 隐藏在了山林之中 只要来的不是 会飞得一平 想要甩开他们的突围 可谓是难上加难 这时 小胸曲表示 收到鼠槽最新消息 豪门军队 都在西方开过平原处几节 吕树心想 难道他们是想回御龙班 只决一死战吗 那很好 下一场死斗 便该是王城豪门军队的中末 王城豪门所有士兵 已经集结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五卫军大部队 突然向豪门联军这边 发起了冲锋 联军的将领们 大喊到方阵行动起来 随我御敌 骑兵先动完下第一波敌人 这时候 大家要一条心 不要后退 隐立于地下的吕小鱼 也是有所行动 敌人已经近在咫尺 你们却还在用尽全身解数 整编军阵 真是可笑 随后 吕小鱼便命令安东尼动手 眨眼的功夫豪门联军们 全都陷入了地下的 等级稍微高点的士兵 凭借着较为灵敏的身体 在线坑上支撑着 下一秒 一只马蹄突然踩在了他的脸上 一名三品高手从沙城中脱险 生死关头什么同袍情谊 都不如保命众目 地面就在眼前 作为垫脚石 多谢你们 助我这个三品逃出生天 然而下一秒危险来临 李良拿着长矛 向那名三品踢去 一瞬间 那名三品当场隐蔑 天灾过后 周围其他未陷入深空的敌人 必会自乱阵子 剩下的战斗 已经再无悬面 主委加油 千万别浪费于 总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此刻联军们 已经乱作一团 身在险局的人不知所措 而位于天空之上的 吕树和吕洛 则是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时吕树打开了空间通道 吕树你打算出手吗 卡洛尔询问道 卡洛尔神情有些忧伤 可是刚刚他明明说 提不起劲 和这种送人头的选手打 吕树回眸一笑 我忽然就想赶紧 结束这场战争了 此刻吕树突然想起了 吕小鱼说过的话 也许是上一世的 我觉得 你心里太苦了吧 所以发了事 这一世 你不愿杀 却必须杀的人 我去替你杀 小鱼之所以会暴虐施杀 全是因为我 可是小鱼 这一刻 听着大家的议论声 我突然意识到 我也同样不想让你手中 沾染上太多鲜血 有的苦喝醉 还是两个人一起背着吧 随后吕树踏碎虚空来到战场 看到吕树的到来 那些豪门联军们 更是惊恐不已 吕树周围包裹着 却因追向豪门联军大杀四方 这时 一名将领将手中的斧子扔向吕树 小贼 单枪匹马 别敢闯我军阵 当那斧子快要砸向吕树时 那斧子直接被却因扎烂了 吕树落入地面 来到豪门联军军队中心处 豪门联军军队中的士兵们 看到吕树的到来 也是心头一己 轻易便破了一品高手的法器 如此实力如此年轻 难不成此人就是吕树 吕树呵呵一笑 我重返吕树时 曾警告 你们别擅自插手西州战局 但很可惜 你们没有听进去 所以今日才有此一节 只听轰弄一声 豪门联军军队中心处 产生了猛烈的爆炸 地底下的吕小鱼 写道你怎么下来了 不是准备摸鱼吗 吕树表示没什么 这不是李良说 御龙班值现在最需要的 便是震慑对手吗 所以我就下来 给他们一点小小震撼 紧接着 吕小鱼便在吕树身边磨争了 我不信 御龙班值给吕树的震撼可够多了 到底是为啥呢 是担心御龙班值出现伤亡吗 忽然有干净起来 收人了 还是说你放心不下我呢 吕树连忙转移话题 继续去下一个方阵吧 小鱼你看 卡洛是不是也瞎呆打架吗 小鱼只是追问 吕树你又有秘密 数小时后 另一群已经退守到三百里外的军队 则是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五位军和其他豪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传说他们的最后一战 是在西东以北一百里的地方 整片平原都被染成了红色 军队统领文言面露金色 这吕树恐怕真的要将吕树掀个翻天地覆了 王城豪门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旧的秩序正在崩溃坍塌 这时身后的赵帅说到统帅 你说以后会不会对一个叫做赵家的豪门呢 此时赵帅带着自己的亲卫们聚集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应该有戏